这次开车来到的地儿啊 可比上回更远了 早上八点我就出门了 到现在都快日落了 才到 您猜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让我开这么远来拍呢 看看窗外就知道了 这边就变得很明显 走 几分分享攻略了 说那个入口在那儿 最近的入口 所以就不用hiking两个小时 才到那个开车点了 入口还真是这儿 还挺隐蔽的 走吧 前面这哥们肯定也是来拍照的 背着打三手架 所以我跟着他就行了 今天呢还是稍微的有点晚 所以我决定过两天呢 再重新来到这个地方拍日出 因为其实此时此刻就日落了 但是现在这个山呢 把整个的这个光线全都挡住了 所以现在这个山谷里边完全没有阳光 估计这照片就只能靠 曝光的包围合成了 这个地儿呢在北部 所以晚上特别的冷 你看看到玻璃上都是霜 这一次的这个视频呢 我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有用的旅行的攻略信息 所以呢我会去几个 我认为拍摄秋天红夜非常好看的几个地点 那么如果您有幸 有一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信息就用得上了 到了第一个点了 就是为了来拍这个桥的 到了这儿这个70-300 很显然呢就有点不够广了 它只能拍到远处 这样一个压缩空间的效果 在森林里边这个光线呢 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我觉得还是手动曝光模式 要更靠谱一点 每个点得付一个停车费 然后呢放到这样的一个信封里边 把这个东西放到车前边就可以了 一天是五块 像这个点要付五块钱 整个这一全程下来呢 就需要付这一个五块钱就可以了 因为在旅行的时候 咱们全天都是在外部拍摄的 所以很难像我平时拍城市那样 特别的去等待一个日出日落的光线 那比如说今天早上是阴天 它就没有日出 然后现在呢太阳又出来了 直射的光会产生这种光比墙的这种画面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 但是呢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拍细节 所以这种长焦镜头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变得很有用了 刚才开车路过的时候 发现这儿有一个小桥特别可爱 过来看看 小松鼠 嘿 好那好快 光比还是太大了 所以仍然使用包围曝光来拍摄 小松鼠特别可爱 效果还不错 对不对 天空 今天的这个天气有点阴 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儿 看 是个湖 然后呢远处现在全是那个户 真的超级漂亮的 打算在这儿录个严实的视频 哇 继续 啊 ー 这三点鸭可能没有用多长时间 现在就变得非常的松动 其实很多产品在一开始买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不会知道一些问题的 只有在使用过一段时间 才会发现这样的持久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我特别讨厌这种反折的三点鸭 就是因为它这个关节 总是不停地来回上下动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之前那个折法的三点鸭就是有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也有相同的问题存在 在前面这两个树中间露出了一点公路 那么我现在想等一辆深色的车 因为我发现浅色的车从这路过 其实并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想等一个有点颜色的车路过 现在来了一个 啊 还是白色的 为什么这么多白色的车呢 刚才有一辆太空灰色的车 过去非常好看 下一辆会是什么颜色呢 拍到了 拍到了 一个红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款式 我现在呢找到另外的一个角度 要拍一个比较细节化的演示视频 然后呢我开始调我这个服饰相机 相机内的间隔快门 然后呢它这个拍摄章数简直是太可怕了 一个一个的选择 而不是可以手动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我现在想拍350张 我就要从990张一直调到350张 或者从0调到350张才行 简直是太可怕了 不是能不能改一下这个 就是像闹钟一样那种选择 我选择几百 然后就按几下 然后50我就按五下 这样就OK了 新买的一个大江的mini 2 其实我的手机特别老 所以呢飞不了多长时间 手机就没电了 所以有那么两次呢我就后怕了 现在呢我使用我这个新买的iPad 来控制我的飞机 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延长杆 这样它可以夹着这个iPad 然后这数据线用这个iPad自己充电线就行了 我感觉它这个摄像头用的就是那个Pocket 一模一样 趁那两个正路着呢 干点别的呗 这回呢带了一个小神器 就是这个Nightcore出的吹风机 你能想到吗 气吹子现在也有竞争产品了 居然是个电子吹风机 风力超级大 然后呢还有这么一个清洁笔 它这个笔里边呢有这么两个刷子 一个是软毛的一个毛有点硬 这个硬毛的呢一般我就是刷这个镜头外边 软毛的这个呢就是用来刷镜头上边 这晚上有什么用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就知道 它这个吹风口呢是出气的 然后上面毛刷 像咱们清洁镜头的时候啊 一般都是先用毛刷刷一下 然后再拿气吹子吹 然后再拿毛刷刷 它这个呀一气合成 同时就可以干两件事 一边刷毛 一边吹气 倍儿半仅 昨天晚上啊在那个瀑布边拍摄的时候 实际上拍摄完了特别的晚 但是呢拍摄的效果非常的惊喜 所以有的时候呢日落之后 在这种山里边树林里边 别放弃拍摄 一定要继续的再尝试那么一会儿 等全都黑成一片的时候 再回去休息 绝对有惊喜 出来还是得带这么一个清洁的用品 因为真的是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它这个布居然不是湿的 尴尬的 我以为是那种湿巾 看里面上面的字写的就是清洁布 OK 那么我就可以用我的这个湿巾了 这个是清洁湿巾 打开之后就跟湿巾似的 就免趁了 上次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要往上喷一点 那个清洁液 然后再拿纸去擦 哎 擦完了居然没有水渍 不错呀 擦完了是干的 但是这个布其实是有一点湿的 然后再拿这个清洁布擦一下 主要是擦掉指纹啊 主要是擦掉指纹啊 还有这个清洁纸留下的一点点痕迹 这小东西它吹力非常的大 我感觉能扫地了 这些垃圾一定要保存好 不要吹飞 先放到兜里 今天发现的这个地儿呢 简直太意外了 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今天啊 我估计这个游客可能都回家了 人特别的少 现在这儿有一个大哥正在这儿 组装他这个卡牙 一会儿他就要滑到这湖里去了 感觉在湖面上滑个小船 挺悠闲的 这一次旅行呢 发生了个意外 我呢 出门之后 都已经走了一半了 到家伙站的时候 发现我没带 所有的充电器线都没带 最后怎么解决呢 这就全靠平时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所有的这些线呢 我都会有一个备份 在我的这个包里边 当然它没有前边的那个充电插口 那幸好现在我住的这个酒店呢 它至少有六个USB的充电线插口 所以就解决了所有充电难的问题 相机怎么充电的呢 一共四块电池 其实吧 用的电量还可以 基本上每天呢 撑死了也就用两块电池 全程都多亏了我的这个充电宝了 到现在这两个充电宝都没用完 所以您说之前我推荐这产品怎么样 超级值 还是上人了 游客都起床了 我也该走了 这个旅行当中另外一个特别有用东西 我认为就是这个头灯 我平时呢都会在背包里边带一个 无论是在城市的拍摄还是出来旅行的这种拍摄 都会带一个头灯 像现在外边已经很暗了 昨天晚上呢我日落之后又拍了一会儿 几乎亮度已经达到了用眼睛看 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 当时我是站在一个瀑布的中央 周围全是石头跟水 所以如果没有头灯的话呢 就根本看不清楚地面 非常湿滑很危险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试量小课堂的追光笔记 在接下来的视频内容当中呢 我还会为大家推出如何修这些秋天的照片 让这些秋天的照片更好看 除此之外呢我还为大家测试了一下富士的80微距 这只镜头在户外拍摄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呀 画质啊各方面的评测 当然还有之前我租用1.4和2倍增距镜 在80微距上到底表现如何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